美国奥克拉河马市三号遭遇龙卷风侵袭 社区满目疮痍 放眼望去整排房屋被夷为平地 社区内一片狼藉 有民众在没了屋顶的房子内试图整理家园 但家园早已不复存在 美国奥克拉河马州跟德州三号遭遇恶劣天气 好几个龙卷风肆虐奥克拉河马市 许多房子变成一片废墟 民众回想起龙卷风来袭瞬间心有余悸 空拍画面中可以看到龙卷风过境之处满目疮痍 电线杆被吹倒 车子被吹翻 屋顶被掀飞 当地消防队警告灾区情况依旧危险 这次的龙卷风酿成奥克拉河马州近十万户停电 还有至少十一人受伤送医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无聊这边